好,同学们啊,接着上节课的排队问题,一个主人公的排队问题,咱们这节课呢,给大家讲排队问题的提高片,两个主人公啊,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排队问题的概念啊 嗯,排队问题呢,就是说,诶,是小朋友们在学校中要经常进行的活动,对不对 诶,你排队啊,你不管是排队领盒饭啊,是不是啊,还是排队领这个吃的,是不是啊,喝的,还是排队去买票啊,都有排队 那好,通过排队,我们可以知道总人数,可以知道谁第几个,后边有几个,是不是啊,之前间隔还有几个啊 来,上几个给大家讲的第一个,一个主人公的情况,研究一个对象的,两个主人公研究两个对象的情况 那,两个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一个主人公有什么区别呢 来,我们这几个要讲的就是这个,两个主人公 注意看啊,他说,一二班,哎,这个什么班,你不用管他啊 他说了16个人,这个我们就要管他了 16人排阵一排,从前往后 你注意啊,前后左右,是不是,上上下下 你先标清楚 哪是前,哪是后 前 比如这是前呗 那这是后 你考试做作业 是不是啊,你画图分析的时候,你操过只这样画完 大的,哎,大的这个家伙是第六个 第六个,第六个,而不是有六个,是不是 好,大大是第六个,我们画一下 把大大画一画 这就大的 从前往后,也就是说从这儿往这儿数 啊,从这儿啊,往这儿数 大大是第六个 说明他的 后边是不是还有 哎,不是后边,你就当左边吧 就这个位置,有多少个,有五个吧 同学们,给他画出来啊 这个区域是不是得有五个人啊 那这五个人能不能画出来呢 能画出来,我们先画一下啊 这个区域有五个人 哎,你就这样画好 是不是啊 好,他说 从后往前 啊,这是后吧 往前 从后往前啊 小小 是第八个 嗯 那么看一下啊 小小到底在哪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先画一下 比如说这是小小 他说他是第八个 他是第八个的话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区域还有几个人 七个人 那再把这七个人给他画进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是不是啊 那你看看 第八呀 这是第几 这是第六 这是第六 对不对 哎,人家说的是 是什么呢 从前往后数 他是第六 然后这个呢 从后往前数 小小是第几 第八 第八 这是谁 大大 这是小小 嗯 那他问大大小小之间 有几个人 啊 同学们 能不能算 中间 这有几个人 怎么算呢 不知道多少个人 有问号个 是不是 那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总人数呢 是十六人 总人数减去这个问号区域里面 左边的减去他右边的 那不就等于问号里面有多少人吗 哎 总共有十六人 那咱们看看啊 总共十六人 你看看 这个区有多少人 问号以外的地方减掉 就是十六人减去问号以外的其他的人数 就是等于直接有多少人问号多少人 对不对 那你看看这两个绿色框框 有多少人 是不是很显然就知道了呀 这有多少人 是不是六个人 这多少人 八个人 这是六人 这是八人 那你说问号有多少人啊 那不就出来了 好 同学们 这个时候用总共的十六人 对吧 哎 总共十六个 左边有六个减掉 右边啊 有八个减掉 是吧 那最后就是两个人吧 其实这样的题啊 很简单啊 也是两个主人公 猴子 一群猴子排队 猴王 这是不是一个主人公 排在最正中间 好 同学们 从左 从左属 他是第七 从右属 他是第几 这一排猴子 一共有多少只 同学们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该怎么做 来我们看看啊 排最中间 比如说从左到右嘛 那就写一下呗 比如说这个是左 这个是右 猴王 猴王在哪 我们把猴王先画一下 把孙悟空画一下 这是悟空 猴王写这 猴王在这呢 对不对 从左 你看看啊 从左属 他是第七个 正中间 你注意啊 他是正中间 从左属 他是第七个 从右属 他是第几个呀 从右属 他不也得是第七个吗 好 那你看看 从左往右属 他是第七 那说明他左边有多少人 是不是有六个猴子啊 那说明 注意啊 说明这个区域 他有六个猴子 六只猴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六只啊 那同样的道理啊 那他的右边 不也得六只啊 他是正中间吧 人家都是正中间 你看出没 正中间 那猴子在最中间嘛 他左边右边都得是七只猴子 对不对 左边右边都得有六只啊 好 那说明 这儿有六只 这儿有六只 猴子自己这儿还有一只 你说这个队伍有多长啊 那不就是六加一加一吗 那有同学说 李老师 你这个六咋来的呀 你可以用七 用这个第七 是不是 总共有七个 减一只 就得到他这儿有六只 是不是 你可以这样算 这六怎么来的呀 用七减一 这个六再加这个一 再加什么呢 这边还有六只呢 这个六怎么来的 也是总共的七 减这个一 这是一种方法 这样咱们算出来 就相当于十四减一 十三只 你也可以怎么怎么算呀 他给的是七耶 我把这个擦掉 好 他给的是七 你发现没 你直接用七来算 七是什么呢 七是这个 你看啊 七是不是这个 这是不七呀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 还有一个七是什么呢 是这个 你看啊 从一往左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是七 可不可以两个七相加呀 哎 也可以这么算 两个七相加的话 得到十四了 但是你两个七相加的话 多算了一下中间这个三角形 中间这猴王 猴王在左边的这个七里算了一次 在右边的七里面 也算了一次 在这里算了一次 在这里算了一次 所以你俩相加 算了两次猴王 所以这有多少猴子 你就得把猴王 再减一个一 也能得到十三只 看大家实际 看哪种 哪种好算 大家习惯哪种 具有哪种 好不好 嗯 来咱们再看一个 一年级的学生 外出秋雨 二十二名同学 告诉你 排成一排 哎 他如果告诉你 队伍的总长度 他肯定要让你研究啊 谁跟谁之间有多少人 是不是 好 从左往右数 来 看到左和右 前和后 上来就先 把左右区分好 左 这是右 嗯 小明 第九个 怪怪 从左往右 是不是 从左往右 小明 第九个 那行 那咱们画一下 小明呢 咱们用蓝色的吧 用红色的 第九个 那他的左边就有还有八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对不对 那说明他左边就有 还有这个八个呀 哎 你记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 从左往右 第九 哎 好 从右往左 从右往左 小方呢 是第七个 哎 那咱们把小方 换一下 小方咱用这个颜色 第七个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那说明他右边还有六个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 你看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七个 第七个 好 他问 这是谁呀 小明 这是小方 哎 这是小方 他这是不是草字头那个方 是这个方啊 哎 小明 小方 从小明数 到小方 共有多少名同学 要从他这开始数 数到他这来 要一共有多少人 要一共有多少人 就这个意思 那咱们必须得知道 知道什么呢 小明跟小方 之间有多少人 对不对 那中间多少人 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算 没法算 中间多少人呢 那怎么算 你看看 你看看呀 你看看呀 总共二十二人 问号里面有多少人 那用总共的二十二人 减去问号左边的 所有的人 有多少个 九个呀 这有九个人 好 再减去问号右边的这一边 多少人 七个 这是不是七人 所以减七 等于多少 二十二 这个是小明 小方 之间有多少人 多少人啊 十三间 得六人啊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六人的 那你说 从小明 数到小方 一共多少人吧 中间有六个人 中间有六人 小明是一个 小方一个 数一 数到小方 小明加小方 两个人 再加中间六个人 那不就一共八个人吗 所以说 它就有八个人了啊 所以从这数到这来 怎么计算 是不是有小明一个人 加中间六个人 再加小方这一个人 总共有八人 从小明数到小方 一共八个人 这个就稍微的 复杂一点 大家只要把图画好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还是数形结合 数形结合加什么呢 哎 理清结构 理清 理清结构 哪是左哪是右 是不是 哎 哪有多少 哪有地多少 搞清楚就行了 数形结合 理清结构 列好 算是 都能轻松 拿下 好不好 那咱们俩主人公呢 再练一练 这个必须要再巩固 艾迪和同学们排队去上体育课 艾迪和同学们去上体育课了 艾迪和第一名同学之间有两人 和最后一名同学之间有五人 请问队伍一共多少人 那谁是一谁是后 你得标一下 不然乱透了 好 比如说这是第一人 那咱们画一下 从左往右来 嗯 这个是第一人 这个是最后一人 可不可以呀 你写一下 这是第一人 第一 第一名 这是最后一名 他说艾迪和第一名之间有两人 艾迪在哪呢 艾迪比如说在这儿吧 哎 他们之间有两人 你画一下呗 这个区域有多少人 有两人 嗯 咱们把这俩人画一画 好不好 嗯 来 一个人 两人 他和最后一个人之间呀 有多少人 有五人 那也就是这个区域里面 有五个人 啊 那咱们画一下 来 五个人 把这个区域标好 有五个人 一个 换颜色了啊 不能用这个颜色 嗯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不是啊 哎 你再写好啊 这个是二 这个是五 他问这个队伍一共多少人 这个队伍现在分成了好几部分 这一部分有一个人 这一部分有一个人 这就是谁 艾迪 这是艾迪自己 然后这一部分有五个人 最后一部分还有一个人 这是不是一人 那总共队伍有额差 五部分 一部分 两部分 三部分 四部分 五部分 是不是得理清结构 来 直接用第一部分一人 第二部分两人 第三部分艾迪 再加这个五个人 再加最后一名 等于多少 十人 是不是啊 非常简单 嗯 就是把这个文字 是不是啊 还是树心结合厉害啊 不是利老师厉害哦 同学们 是树心结合这个方法厉害 同学们 一定要用好 嗯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再给大家巩固一个 说稀奇 道稀奇 小狗堆里头有只猫 正着鼠 它第六 道着鼠 它第七 请你帮忙算一算 小狗一共有几只 你看看啊 有狗也有猫啊 这不俩主人公吗 狗和猫 来看一下啊 正着还是正着鼠 道着鼠 那咱们先把这个顺序捋清楚 从这儿到这儿就正着 逆 反着就是逆着 就这样吧 嗯 正着鼠 第六 就是里面有一只猫 这只猫呢 我们先把这只猫画一下 这就这只猫吧 换颜色啊 猫用红色的 这就这只猫 它是第六 看一下正着鼠 那我们就比如说 这就是正着鼠吧 从这儿到这儿正着鼠 可以吧 它是第六 你写好啊 这是猫 第六 正着鼠 第六 不写这儿啊 你就正着鼠呗 嗯 第六 说明它的左边有多少 多少猫 同学们 左边多少猫 五只猫呗 一 五只狗 二 三 四 五 因为队里只有一只猫 有只猫 有一只猫 看出没 那其他都是狗 哎 那说明 这五只都是狗狗 啊 这都是狗狗 咱们写好啊 这五只 狗狗 对不对 好 倒着数 刚才怎么着是正着鼠啊 我刚才说了呀 从这儿往这儿数 就正着鼠 倒着数 那就从这儿往这儿倒着数呗 倒着数 它是第几啊 第七 那它的右边就有六只狗 狗 是不是 对不对 你看看啊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从这儿往这儿数 一二三四 五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哎 它又第七了 那说明右边这个区域啊 就有 哎 多少只狗 六只狗 哎 它问小狗一共有几只吗 那最明显就是五加六们 五加六 是不是等于十一只啊 但是你列式子五和六咋来的呀 你得说清楚 是不是 这五咋来的呀 这五只狗 是不是用第六的第六 哎 这是第六 你倒着数就是第七嘛 第六的话 说明这一地这边有五五只狗 五怎么来 六减一 是不是 第七 你看看啊 从这儿往这儿数 它是第七 说明这儿有六只 六怎么来 七减一 哎 七减一 然后 把这个五和这个 哎 六相加呀 是不是 然后让它来相加 所以一共有多少只狗啊 五 十一只狗 很简单 嗯 相信同学们应该都 还不错学的 是不是 所以就其实这个 不管这题有多难 你只需要把图画好 树心结合到位就行了 一直在强调 树心结合 是不是 把结构里清楚 就做出来啊 哎 好 呃 那咱们 呃 给大家看一下第七啊 刚才大家再给大家说清楚一下 是吧 这个第七 是不是有六只狗吗 第七 它的右边不就六只狗吗 写在这啊 六 只 第六 它的左边就有五只 所以用这个五只把这六只加一起 五加六嘛 六减一得五 七减一得六 行了 嗯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呃 两个主人公 最后一个压轴题 嗯 一排二十只小兔 看一下啊 一排有二只小兔 从左往右数 第五只是百兔 从右往左属 第十一只是黑兔 大家看一下啊 白兔黑兔 是不是俩主人公 有的时候 它是隐藏的俩主人公 这个就不隐藏了 直接告诉你啊 白兔黑兔 来 从左往右 再抢 举一反三 强化最后一遍啊 从左往右 比如说呢 这是左 这是右 按它来 第五只是白兔 啊 第五只是白兔 嗯 那咱们把第五只 这个白兔啊 给它画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白兔子 是不是啊 白兔啊 上面这个线有点歪 我重新画一下 好 第五只白兔 画中间一点吧 白兔 嗯 来 同学们 这就是白兔 第五只是白兔 你注意看啊 第五只白兔 那说明它左边就有四只兔子 哎 那咱们再把左边的四只兔子画一下 嗯 一 二 三 四 那这样就能让它是第五 是不是 从右往左 你看啊 从右往左 从这往这数 第十一只是黑兔 啊 第十一只是黑兔 那咱们画一下黑兔 黑兔子 咱就黑色的吧 嗯 那它的右边就有十只兔子 好不好 再把这十只兔子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是不是 嗯 写好 这是第几啊 这是第五 从这往这数 第五 这是第几 第十一 哎 这样数是第十一 这是谁 白兔 这是黑兔 其他的都是灰兔子 他问 黑兔白兔之间有几只灰兔 哎 那就只需要求出来 他们之间呀 有多少只灰兔子 有多少只兔子嘛 是不是 就他俩有颜色 其他都是灰的 嗯 好 同学们看一看 总共二十只兔子 要求这个问号 这个里面有多少只兔子 那我们就算一算啊 二十只除了问号里面 其他的地方有多少兔子 一减就出来了 所以结构重不重要 很重要 第五 那你说这一侧有多少兔子啊 五只呗 哎 那这一侧是不是有五只 那这一侧呢 右边这一侧呢 看清楚哦 这有多少只 十一只呗 十一只 那你说问号这有多少 是不是用总共的二十只 总共的二十只 减去左边五只 减去右边十一只 就是四只 所以啊 黑兔子白兔子 白兔子黑兔子 之间这个问号有多少只啊 就这么多 答就行了 对不对 你看看 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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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分加一起是二十 要求问号这一部分 有多少只兔子 就用总共的二十减 左边这五只 减右边这个十一只 行啊 好 两个主人公呢 哎 咱们总结归纳一下 好不好 其实这个排队问题呢 不难 排队问题的基本要素 搞清楚 是不是啊 谁是第几 什么的基本要素 前后左右 头纹 有几个 第几个 搞清楚 学会化示意图 竖心结合 用竖心结合 解决实际问题 很关键 是不是 就这个示意图 就是一个最核心的 关键 因为你想的时候呢 想的不是太清楚 啊 运用竖心结合的意识啊 要会举一反三 归纳总结 会了一个主人公呢 有这个基础了 两个主人公 也得会 嗯 把这些呢 归纳总结一下 好不好 嗯 来 那咱们感谢大家的观看学习 记得分享给更多其他的同学 家长们 大家共同提高进步 让所有平凡家的孩子都能学会好的数学思维 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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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